大家好,入秋之后就不少花有开始繁殖各种花卉 比如我们的长寿花、蟹手蓝等等一些花卉 但是扦插之后就发现一核伤口容易出现发黑 导致扦插不成活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扦插长寿花 成活力百分百 就像我这两颗长寿花就是使用了一个矿泉水壶给它扦插的 才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长势非常好 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作品如何给它扦插的 扦插的时候我们选用的肌条一定要健康并无虫害的 这样成活力才会高 如果选用一些肌条比较弱甚至带有病害的话 扦插之后没有长出新根 没有吸收到任何的水分养分 它就会消耗自身的养分 当养分消耗完了 肌条自然就会出现发远或者是不成活 第二点伤口一定要给它亮干亮透了 才有利于发根更加快 因为发出的新根它是从预核主机长出来的 如果伤口没有风干好 再经过给它插下去 那么伤口就容易出现发黑腐烂等等的一些现象 像我这颗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都已经长满了根是非常多非常发达 可能让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长出这么多的新根 甚至根虚数量非常多 就是晾好伤口之后再给它使用这种引丁耐酸 给它浸泡了十分钟左右 用上一小盖和这个土壤换泡 这样就可以让一核主机快速的冒出新根 让根虚的数量更加多 所以它就会长得发达 所以想要插碎快速的长根发芽的话 我们只要在扦插的过程中给它加上鱼料 就能大大的提高成活力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